勾压清洗地面 水沟 副市长邱佩玲与教育处长刘美兰玩起袖子 在做工的人 作者林立青的一半指导下 清洗中正国校百名校园 我们非常感谢游习关怀协会 以及游习清洁公司 他们能够这样子工艺的到学校来做清洗的工作 尤其基隆应施多余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学童在行走的过程中 往往很容易因施滑而跌倒 有他们的协助让我们的校园越来越干净 真的非常感谢有这样的资源 寄住到学校 我相信有这样的工艺活动 会让我们的孩子 有更安全的美好的校园环境 可以学习 中正国校是基隆市第一所 接受游习关怀协会服务的国校 适逢百年校庆 再度邀请协会造访 副市长邱佩玲颁发感谢状 感谢游习关怀协会的公益一行 中正国小学童也一人一卡 谢谢基友叔叔们的付出 共同帮一百岁的老学校变干净了 我非常感谢游习关怀协会 可以让基隆变得更美好 而且他们结合了无家者 结合了企业主 让我们基隆变得更干净 那校园也更好 今天是第28次的活动 我觉得非常难免可贵 很开心有这么多人一起 让基隆变得更好 那我们很高兴地跟金融市政府 一起来看到说孩子确实有需要 那我们与其跟政府抗议还是怎么样 我们不如自己解决 应该是大家一起看到社会问题 一起努力改变 那这样台湾才会更好 涉案的循环散发温暖 也让校舍再度整现美丽的色彩 中段国小将在4月份 办理百年校庆的暖兽活动 欢迎社区民众和校友们回娘家 竞争百年老校的全新改变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